今天我们来到了南投普里镇的桃米社区 讲到桃米社区 各位朋友应该是很有印象 就是纸教堂 可是就像我以前我常常就只知道纸教堂 但是这个桃米社区呢 我就想说 最近听我的家人说 他们有带小朋友一起去做一个体验活动 我就想说到底桃米社区有什么呢 那今天呢 我终于看到桃米社区有什么了 早上呢我们到了桃米社区的工坊 我们看到了有一些DIY的活动 那这DIY的活动呢 我们可以做 刚刚讲到野江花 野江花跟南瓜制作成的桃 所以它做出来的颜色是 南瓜的颜色是有点黄橘色的 一个就像昂谷柜的那个样子 然后有一些造型 然后最特别的是有做青花造型的蜡烛 这个都是可以做一些DIY的活动 那只是说我们今天去 它可能在坡道上面 还不是对于轮椅族来讲 可能看到那个坡会吓一跳 说哇怎么这么陡 不过以后都会改善好 那以后我们去的时候就会比较方便 那就是在工坊的部分 然后后来呢 我们又经过总管事 经过理事长带着我们 就一路的开着车 然后到了一个 一个自然农法的一个生态的地方 那边看到很漂亮的莲花池 我说啊 我之前看到在我们北部的莲花 都已经卸掉了 上次去台南也没有看到莲花 今天看到在埔里这边的莲花池 还有一些看得到很漂亮 然后呢我们就透过 理事长介绍的执行长 对介绍了一些 就是自然农法的一些过程 那我发现说 其实在埔里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就是 很多的 就是像我们现在一直在重视说 我们要自然要环保 要健康 我们要朝向这个方面 可是以前的做法可能为了要好看 就是让消费者看到说 这个东西看起来卖相比较好 可是可能加了一些不好的一些化学的 或者是一些药物的东西 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说 这整个地球会被破坏掉 就是因为我们以前人类做的这些不好的东西 那现在大家渐渐的知道说 这些不好的东西不可以再做了 所以都回归到大自然的自然的生态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在埔里 今天我看到最棒最棒的一点 那我很希望说 这个要推广到整个全台湾 我们所有的农业都应该要朝这个方向 这个是我觉得在今天最大的收获 就是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 我们应该要跟更多的朋友来分享这一块 让整个的我们这些农作物 它都是在一个最安全的情形下 拿到我们这个消费者的手中 让我们吃进去都是很安心的 而不会去破坏大自然以外 也伤害我们的身体 这个是我觉得今天最大的收获 然后到了指教堂 指教堂我记得我很多很多年 应该超过五年以上有去过 可是一直都没有带团过去的原因 就是我一直觉得那边 我印象中对的轮椅不是很方便 就是因为它可能路面上面有一些颠簸 还有就是在无障碍厕所部分 虽然有一间是轮椅进得去的 可是它空间上面可能不是那么的足够 所以我一直都没有带我这些团员过去 那今天看到了 它虽然有一些步道看起来 是有一些跟以前不一样 可是还必须说再做一些改善 今天经过我们的无障碍专家 杨老师有特别的指示过之后 相信未来会更方便更好 所以在指教堂 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地方 那我相信也很多的轮椅团体也都去过 只是说今天我们更仔细地 来了解它整个的环境 希望说未来能够对于行动不便的 这些轮椅足娃娃车 都能够更方便地在里面自由自在地行走 而且厕所我今天再看一下 不要说我这样厕所太小 今天就是厕所的数量可能不是很足够 如果游客人数多的时候 哇可能就不服使用 大家排队就要等很久 那有的人真的很急的时候怎么办呢 所以如果它是一个观光的地区的话 我相信在很多旅游手册上面一定会介绍 指教堂因为它是有很特别历史意义的 那所以在这个部分 就是大家未来就会去考量到说 不止无障碍环境 就是整个其实洗手间的部分 也是一个很需要的旅客一下车就必须第一个要找洗手间 这是在整个桃米社区的部分 就是在整个我觉得桃米社区比较可以推荐给大家 就是去那里好好地体验它的生态 比较是属于慢活的一个部分 而且对我还讲到它有一个污水处理 我觉得很棒 它就是把譬如说民宿啦 餐厅排出来的废水 在经过整个的用大自然的方式去做 用它是一个枣类的东西 它用水草枣类去把它给整个净化水池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棒的 就是整个回归大自然的一个自然的过滤的过程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 你看平常我们一直在讲说 哎呀我们都破坏这个大自然 破坏这个环境 就是我们很多的家庭的废水 这个其实很可怕 家庭的污水这样子 由我们这些管线排到河川 排到大海里面 那都是很很大的影响 整个大环境 整个地球的生态 所以我觉得今天真的在这里看到了很多 就是我们有在做环保的部分 有在做整个生态 然后做整个大自然的保育 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 而且在那里 哦看到蜻蜓 在指教堂看到很特别的蜻蜓 也是我没看过的那个蜻蜓的颜色 还有看到很多的蝴蝶 哦在埔里听说蝴蝶记说从三月到十月 哇如果喜欢蝴蝶的朋友可以来到埔里这边 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 通常蝴蝶记好像没有那么长 可是在这里看到是成群的蝴蝶就这样飞啊飞啊飞啊 我觉得真的是很特别的 在埔里可以看到很棒很多的蝴蝶 嗯这个是我们在早上的行程的部分 哦还有去到一个造纸龙的观光工厂 那造纸龙呢就是一个制造纸的一个工厂 然后就看到那边它 哦我最印象深刻的是 既然帽子是用纸做的 现在纸很厉害哦可以做家具 然后竟然看到可以水洗的帽子 它是用纸做的 然后一进去 一进去它的卖场就哇 卖店里面竟然有一个很特别的帽子 竟然是用纸做的 这个是让我觉得在那边比较印象深刻的 然后就是你能够了解说整个纸的制造过程 从纸浆 然后有讲到说现在的纸 因为不能够砍伐树木了 所以我们都是用进口的纸浆 然后进去之后加工加工到变成纸张出来 那是经过非常繁琐的一个程序 那我觉得到观光工厂最主要很特别 就是知道整个 譬如说我们到了制纸的工厂 就是知道它整个制作纸业的一个过程 那所以整个观光工厂 很可惜的就是它现在上到二楼 虽然本来说是升降梯 结果那个升降梯是叫升降椅 不是升降梯 升降椅跟升降梯一个差别可大了 升降梯是轮椅可以直接进去 就咚咚咚咚升上去 升降椅呢是人移位到椅子 那上去了以后呢 我的轮椅又那么重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上到二楼 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 那相信未来这个就是因为很多的业者 他们是不知道不了解这一块 所以会到听途所以会说这个就可以了 那个可能比较适合年长者走不远的 他不能爬楼梯的 他坐上去还能够慢慢走走走 去参观二楼的部分 可是轮椅足是没有办法的 所以这个是在要环境改善的部分 那整个观光工厂 整个的设计传达的意念 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只是说在环境空间 厕所的部分 那个都还要等待以后修改好了之后 那大家有机会都还是可以去 对子的制造过程 有兴趣的朋友都还是可以去参观 对我觉得这个是观光工厂 我觉得是在旅游当中 加进去的元素很好 因为它是可以让旅游当中 增长见闻的 就是我们可以知道说 我们所用的一些东西 它是怎么来的 那我觉得其实整个农村的旅游 我觉得都是在增进知识 就是说你旅游当中 你就增广见闻 你就会发现说 我不是出来就是只是呼吸大自然的空气 观赏大自然而已 而是真的带一些尝试回家 这个是我觉得在农村小旅行当中 我觉得加进去最棒最棒就是这个 今天我们来了一个很不容易到达的地方 而且又带了很多以前从未有的经验 那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是我觉得在跟一般排旅游行程 很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就真的叫深度旅游嘛 真的很深度去体验到 当地比如说我们都很直接接触到 这些第一手第一线的这些农民 那我们也接触到最新鲜的这些蔬菜水果 这个都是我们 比如说我们是在城市居住的朋友们 你去到卖场去到市场 那个都不知道经过几手了 可是你在农村当中 你都是看到就是第一手最新鲜的这些物品 我觉得这是在农村旅行当中 也是很棒的一个 一个吸引顾客来的一个诱因 他除了一些DIY体验就是 直接看到 原来我吃的水果是这样子的树 比如说好我们等一下要讲的角白笋是在 角白笋是怎么样产生出来的 我可能只是看它角白笋的样子 可是我不知道它的叶子 它原来在水里面是什么样子 我完全没有概念 今天就看到 原来它是这么高 这么高的一个角白笋的树 这个我以前都没有经验过的 对